中秋節前,台股收到兩個禮物 一是台幣值扁,二是台積回穩 上個禮拜四晚上報爾演講放音 美股反而不跌,利空出盡了嗎? 我們說8月CPI數據是關鍵 明天晚上就要公布了 如果守住8.5% 那麼上個禮拜跌破裴洛西防線 不就是在右空了嗎? 楊老師今天來到了節目現場 不用擔心,台股黃金右腳已經形成 難道台股就此擺脫干擾可以移入攻上季線了嗎? 直到大家喜歡強反彈 所以提醒大家 除了手腳要快之外 更要注意反彈的力道 這波抓跌身反彈不如抓8月營收強彈 請鎖定我們今天的節目也要記得 按讚、訂閱、留言、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股市的小鈴鐺 投資不斷線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在我們節目現場邀請到的是 楊姬正分析師,老師好 Coco好 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老師有沒有覺得呢 這一次的中秋節連假 放得特別的輕鬆 對啊,因為今天看台股已經漲這麼多 都感覺非常的輕鬆 對,感覺非常的輕鬆 而且上個禮拜四呢 我們要放假的那一天晚上 報了就來演講了 但是他的演講的論壇 是非常的比較偏硬 可是美股反而沒有跌喔 怎麼回事呢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主題 難道說真的是陰霾退散了嗎? 台股借利使利 能夠借利使利 黃金右腳已經成型了嗎? 老師今天要告訴大家呢 你要看跌升反彈 不如來看八月營收強談 今天節目非常的精彩喔 來看一下我們今天大盤走勢 是受到美股上漲的影響 台股今天是開高走高 電子金融傳產是全面的回神 台積電今天是上漲接近了3% 鴻海聯發科是小漲1% 生技族群當中的橋山逼近了漲停 像是美食、北極新藥業 或者是長新跟保齡附錦 都是全面大漲5%以上 指數是慢慢的往季線來靠攏 今天中場是大漲224點 收在14807點 漲幅為1.54% 成交量為1844億 屬於價漲量縮的格局 貴買的部分呢 漲幅為0.96% 成交量為621億 三大法人今天是同步站在買方 今天外資是中指的連6賣 今天呢是買超了112億 投信是持續的買超台股 連續56天買超 今天是買超13億 總合計是買超147億 老師我要直接來問您這個重點了 乎買是不是真的已經退散了 因為上個禮拜四呢 我們放廉價嘛 那鮑爾演講的是 很肯定我就是要升息三馬 那美股呢 反而沒有下跌 台股今天呢 從上禮拜四 還有今天也都是第二天的反彈了 老師有沒有機會可以攻上季線 好事實上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今天的K線形態 Coco有沒有發覺左邊一個缺口 右邊一個缺口 有 對那這個形態上 我們叫它導狀反轉形態 左缺右口 有 那形成一個所謂的真空區 那一個形狀的話 很像一個孤島 它叫做導狀反轉 那Coco問到有沒有機會去挑戰季線 這個答案是蠻肯定的 蠻肯定的 有機會因為它 今天出現的這個型態 前提是不要被破壞 也就是說缺口不要再被封閉掉 是蠻有機會繼續往上來做一個反彈 你是說今天的這個缺口嗎 對那今天的這個缺口 當然是由護國城和台積電所造成的 是的 是台積電今天也留下一個 大概7塊錢的一個缺口 所以相對來講 它直接就影響到 加權 也留下這樣的一個 導狀反轉的這個形態 那老師今天量是比較縮的 因為大概 今天的成交量是18441 這個是好事嗎 事實上這個量 大概跟上個禮拜 大概也差不多 差不多 對那原則上 就像Coco問的 它如果說到了 月線跟基線現在的位置差不多 對 所以它如果真的要挑戰那個區域的話 量自然就會放出來 是 好 老師那明天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數據 就是CPI數據了 是 那如果說真的 真的能夠如市場預期 可以守住這個8.5%的話 是 那這樣子呢 我們上個禮拜 大概是禮拜三的時候 有跌破裴洛西的這個防線 嗯 那這樣子的話 有沒有可能是在右空呢 對 那因為今天它是直接跳空往上 對啊 所以那個裴洛西的這個防線 就形成一個所謂的真正的右空 是的 它有直接 形成一個反轉這個形態 是 對 是 也就是說 它今天這個導狀反轉形態 就確認了 裴洛西那個是一個右空的一個動作 嗯 所以我們有沒有機會 這一波的這個力道 可以藉著這個軋空的力道 一起往上呢 事實上是有這個機會的 我們今天 剛才講的黃金右腳 你有沒有覺得黃金右腳 就是所謂的 7月12號13號那邊 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講 捷徑缺口出現的時候 是第一隻腳 那 那這邊的話它形成一個導狀反轉形態 剛才已經講過了 前提是缺口不能補掉 那它就很有機會形成所謂的右腳 是 那為什麼會叫做黃金右腳 就是說第二隻腳已經確認了 嗯 需要看三天嗎 這個 只要缺口沒有補的話 都無所謂 都無所謂 你就是要盯著缺口有沒有被補掉 是 那老師你認為這一波呢 今天算是跌升反彈嗎 這個波段來講的話 它今天算是比較重要的一個關鍵推薦 所以說它也有可能繼續往上去做一個彈升 那當然要看指標股台積電 要看指標股 台積電也不能再回補缺口 是 因為今天的這個缺口是台積電所造成的 台積電所造成的 是是是 那老師今天呢 帶來的話就是 因為我們8月整個加權指數 大概是總total是上漲95點 是 但是有一些股票呢 它其實已經呢 也是上漲 應該是說整個月份已經是上漲了 再搭配呢8月營收已經全部都公佈完畢了 又很棒 又創新高 那這些股票呢 我們要怎麼來看 所以老師今天要告訴大家的就是 這個黃金右腳成型 主要是來自於台積電 但是呢我們要緊抓住的就是 8月營收成漲股了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這個加權指數 老師剛剛有說到嘛 幫大家圈起來這個地方就是 倒撞反轉 反轉 那台積電要怎麼來看呢 台積電在478到485那邊也是空的 對啊 有沒有 所以它漲的其實跟加權很像 很像 那如果說台積電那個 跳空缺口沒有去補掉的話 也就是說478到485 不要全部來做一個回補的話 那加權是有機會 往COCO剛才所講的 基線月線 對來做一個挑戰 是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因為很多人都會想知道說 老師我想要抓跌身反彈 但是呢 今天跟大家學到的就是 營收如果更強的話 你這個反彈才是有機之坦嘛 對不對 比較有力氣的 那這個瑞鼎老師怎麼看呢 瑞鼎事實上它半年報是還不錯 那當然它是屬於比較屬於 跌身反彈這種科具 但是因為它的業績也還不錯 再來就是說它有 AMOLED跟車載的這個部分 剛好可以抵銷這個 營收衰退的這個部分 所以說基本上它跌身了 還是有機會做一個反彈 主要是因為它的8月營收是創新高的 沒有 瑞鼎它 8月營收並沒有創新高 但是它就是有一些 車載的部分有一些新的客戶 所以說這一檔算是屬於 比較屬於跌身反彈型的 但是因為它半年報 已經賺超過三個資本了 來到38塊多 EPS的部分 所以原則上它股價跌很深之後 也有可能做一個強彈 老師那這樣子的話 你的意思是說 我們是可以追這個 漲勢的嗎 這個算是屬於它 在這邊有形成一個 所謂的 我們今天的那個 並沒有用這個 KD來講 那如果假設你有興趣的 可以去打電腦 它KD事實上有形成一個 所謂的背離 而且它是屬於二次背離 通常所謂的這個 指標背離指的是說 第一次它的這個指標 已經來到最低了 那後來 股價你又創新低 但是指標並沒有再創新低 對 這個叫做背離 所以我們就觀察 KD指標就對了 是 這一檔股票呢 大家就可以抓 打開你的這個電腦 把這個KD叫出來 來做觀察囉 對它現在KD也形成一個 這個D檔的黃金交叉 是 好那下一檔呢 是在JPP的部分 好這一檔的中文叫做 這個金寶 金寶 金寶就是金長的金寶貝的寶 是 那它的8月營收表現得非常的好 創了一個同級的新高 那你看它的K線形態 這個就是很標準的一個 多方的一個排列 均線都是形成一個 往上勾有沒有 然後它又有一個 黑K線這邊有一個整理平台 那今天又形成一個跳空往上 那當然就是剛才的 現在10號以後 全數的公佈所謂的8月營收 那接下來的幾檔的話 8月營收 都相對來講都是 創新高或者說在相對的高點 那金寶就是其中的一檔 老師這一檔 這一檔的量已經有 比 歷幾個月來還要多 那當然因為它今天是創新高 所以說它這個叫做量價同創新高 是 會不會是一日行情而已 不會應該是不會 這個算是 這個算是屬於比較標準的 一個創新高的一個型態 量價同時都創新高 好那這個大家可以好好來做留意囉 那另外一檔是在8冠 好這一檔個股我們可以發覺 對它今天是留一個上影線 帶黑黑棒 但是它還是創新高的 對 那這檔個股是從事整個機能部的部分 那應用的範圍也蠻廣的 所以說原則上在這邊它的八月營收 一樣是處於突破兩億以上 最近三個月都是處於相對高檔 那技術面上你會發覺 事實上它跟我們家權不太一樣 對啊 它很早就形成一個所謂的 均線的多方排列 大概在兩個禮拜前有沒有 有 那但是它就是 因為它八月營收表現又不錯 所以它就慢慢漲慢慢漲 今天當然它是屬於這個短線漲多 出現一個震盪 對 所以我們這樣子要怎麼來佈局呢 震盪下來的話 事實上這檔八月營收相對來講 還是表現不錯 對 那也就是業績面的部分 業績面不錯 都還不錯 那表示說第三季還是 存現一個成長這種狀況 好那八貫大家可以好好來留意囉 那另外一個是光榮 那這檔個股的話 事實上它也是從事這個戶外機能儀專型 對 轉型戶外機能儀的這個部分 那運用的範圍也蠻廣泛的 那這檔個股其實它 前半年就已經賺了大概三 一片就三塊錢了 是 股價也還好 那你雖然會發覺 事實上它 那這個K線型態就是很明顯的 均線形成一個多方排列 對 這個也跟剛才大盤不太一樣 對啊 因為大盤還沒有去挑戰業績線 是 但是這種八月營收創新高的 事實上它已經先走了大概半個月了 有沒有 它半個月前 事實上它均線就已經都是 突破所有均線了 嗯哼 老師今天這一檔股票 它的量有來到了一萬多張 對 那這一檔可能稍微會震盪一下 因為它這個短線有漲幅有一點點大 是 那但是它因為它八月營收跟半年報表現都非常的不錯 所以也未必會呈現一個大跌 因為它可能還是採取一個慢慢漲的這種 機會會最高 是 好 老師今天幫我們整理了很多都是八月營收表現不錯的 可不可以最後呢 再留一點點時間給我們 幫我們做一個總整理啊 好 因為有一些小型的個股 一般的投資朋友可能不是那麼熟悉 對啊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5284的JPPKY 好 5284 JPPKY 事實上JPPKY這檔它重置的是一個航太相關的 那以及這個伺服器 跟所謂的智慧咖啡機 智慧咖啡機的部分事實上還蠻熱賣的喔 那航太的部分事實上在這邊的話也開始回到疫情前的這個水準 那另外還值得一提的就是 它也蠻看好這個所謂的這個電動摩托車市場 所以它跟泰國有沒有 泰國的當地的這個廠商有做一個合作 那通路的部分就是直接 直接出往這個泰國的7-11 對不對 喔 是喔 對 那基本上泰國的7-11 大概有13000多家 它現在的策略的話大概 如果每一個每一家的這個通路配置兩輛電動摩托車的話 事實上這個數量就蠻可觀的 所以說在這一塊的部分也是它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題材 是 對 那原則上就是 航太伺服器跟智慧咖啡機以及 蠻看好的這個所謂的電動摩托車 對 然後切入整個這個泰國這個市場 是 那另外我們再來看一下1342的8冠喔 好 8冠這一檔我剛才有跟大家講過所謂的 TPU的部分 就是所謂的機能部的這個運用 對 那目前看起來整個業績的部分喔 第三季 也就是現在公佈 8月份就是現在正處於這個第三季 那現在8月份跟前8月份都創一個所謂同期的一個新高 同期的一個新高 那 剛才講過TPU這個運用的範圍還蠻廣的 TPU是什麼啊 就是所謂的這個機能部 喔 機能部 TPU是它名稱 機能部的這個運用 那它可以運用在所謂的醫療 那醫療的這個部分是指 比較屬於重症的醫療床的這個部分 那另外航太的部分也可以有 一部分的運用 航太救生 航太救生 甚至比較新的產品 所謂的防彈背心 那都是屬於八貫它比較最近開發的一些這個運用的這個部分 那最主要是它獲利面的部分有衝出來 喔 好 老師今天呢幫我們整理的這些好多檔個股 其實有基本面啊 然後也有未來的題材 對 再加上呢它的8月公佈的這個營收都是表現得非常好的 所以大家呢可以好好的仔細觀察一下 你手中的持股是不是有題材 然後基本面也非常好的 那未來呢就可以好好的續爆囉 那也要記得每週一到週五的晚上六點半準時的在YouTube上面首播 歡迎大家一起來收看 也要記得按讚訂閱留言加分享開啟小鈴鐺 螢幕上呢也有老師的light 歡迎大家都可以加入跟老師互動來做交流 我們今天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Coco 掰掰 掰掰